原来这宋美玲并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女人 难道说她和蒋介石真的进行过长达五年的爱情长跑 1922年6月16号 广东省广州市的观音山上 突然枪声大作 炮声隆隆 粤军总司令陈炯明 甩4000多名士兵公然叛变 炮轰总统主 仓促下 孙中山临时避难永峰见 接到密店 蒋介石紧急赶赴广州登上永峰见 陪伴孙中山度过了最危难的一个半月 孙中山对蒋介石那是刮目相看 更加的信任 蒋介石于是也就成了孙家的常客 所以在那里遇见宋美玲其实也不足为奇 我们下期 oud Write 我们下期再见